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八娱乐圈 今天我们继续爆料 1.江洪杰现在请了台湾最有名的公关公司来给自己帮忙 就为了往老婆身上泼脏水 如果后续老婆还是执意要离婚的话 她就要老婆身败名裂 2.baby现在一直在找关系演证据 话评女配她也愿意 baby现在铁了心要垂死黄晓明 黄晓明的意思是好聚好散 她已经拿到儿子的抚养权了 但女星想毁掉绿她的路人员 现在派狗仔24小时跟着黄晓明 好几次出去聚会都被派成偷情 3.姚安娜特别爱在旁人面前提到自己会芭蕾的事情 之前拍某个代言广告时 也是她非要在广告里加端自己的芭蕾舞 说是要让广告变得更有看点 4.刘诗诗与吴奇隆被拍一家出游的照片 刘诗诗身材保持得很好 反倒是吴奇明显有中年发福的感觉 对比当初的四爷变化颇大 不过吴奇隆今年都51岁 最近也没在拍戏 身材管理就放松了 倒是她与刘诗诗虽然相差17岁 但两人结婚5年多 感情在众多明星夫妻中 也算很甜的一对了 现在刘诗诗离开唐人之后 在电视剧圈的资源还是蛮OK的 也能打入主流的圈子 合作的导演丁黑 刘江 沈妍 都是电视剧圈一线的导演了 非常有知名度的 之后她与杨幂合体同框的机会 还会有 有投资上的合作 最近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开了流量数据造假 幕后推手星源APP开发者的判决书 一审获刑5年 这几年流量数据造假盛行 已经形成产业链 不止蔡徐坤一个 大部分明星数据都很水 蔡徐坤之所以被拎出来当典型 是因为2018年一亿转发量闹出圈 引发了舆论关注 不要用粉圈思维看 对她后面没什么影响 而且蔡徐坤本人比较场面人 这两年口碑也好了不少 蔡徐坤工作室 是她妈妈掌握主要话语权 经纪人陈仆是从妮妮那跳槽过来的 所以走得高逼格路线 去年有几个古欧找她 她衡量后都拒绝了 上一季奔跑吧虽然对她没太大帮助 但像她这样不接戏做音乐的 靠综艺维持曝光很重要 她虽然没谈恋爱 但身边不缺美女舞者 6.杨玉莹跟某个歌谈天后 老死不相往来 两人曾经在活动上遇见 结果连个招呼都不打 偏偏在某个节目里 她们又装得跟好姐妹似的 7.别看王祖兰外貌一般 她身边可不缺网红妹妹 虽然在内地经常拍综艺 但她的工作重心还是在GVB GVB给了她一个高层的职位 她老婆又要开始备孕了 8.蔡卓宜 在芒果恋爱综艺里是有剧本的 芒果台和蔡卓宜进行很多资源置换后 节目组才能拿蔡卓宜 作为讨论点去博得热度 后续很多芒果综艺里 都会有蔡卓宜的身影 9.王一博最近进组了一部主旋律影片 和黄景瑜和张哲瀚合作 为了贴近角色原型 她私下做足了很多功夫 进组之前还秘密训练过体能方面的测试 头发也剪短了 她春节之后 再赶着拍洛阳 因为后面都是分组集中去拍摄 所以精度也赶上来了 这部电影后再回去补拍一些戏份 她后面还会参演一部主旋律题材的作品 在之后 应该就会选下一部剧 但是这次拍摄完成后 肯定会充电一段时间 毕竟综艺和商务已经排满了 会占据她大部分的时间 10.肖战欣喜主演预计3月20日开机 和黄景瑜主演的 《王牌部队暂定央视》播出 她最近的商务 除了刚关宣的墨镜 接下来还有一个猛牛雪糕代言 和欧安亚皮芙尼里宁那边都会有合作 这些物料都已经拍好了 就差选一个时间点公布了 11.郭麒麟在新剧《坠序》里的表现 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因为她的演技确实不错 不过也有很多书粉表示 郭麒麟颜值太低了 郭麒麟在剧里的颜值确实没有很高 而且古装造型也暴露了她的一些缺陷 郭麒麟在正式进入娱乐圈之前 是一名相声演员 放在德云社一帮大老爷们里 确实算得上眉清目秀的 慢慢的也就有很多粉丝了 不过进了圈才发现 她的颜值在圈里很是一般 好在她现在在业内的口碑很好 能接触到很多资源 12.杨子现在跟吴童关系不错 吴童推了浙江台的高层给杨子认识 杨子之后会上浙江台的综艺宣传新剧 综艺蒙嘴探案节目组已经和杨子签约了 她截胡的是杨超越的位置 杨超越团队买通水军假装掳人 刷了很多如果杨子去了这个节目 就不看的词条 就是想要报复杨子 目前杨子的女心理师进入剪片阶段了 这部剧是用来捧男二的 男二的戏份大量诸水 把剧延长到了50集 但杨子很喜欢这部剧 她不想就这样砸在手里 团队干预了后期剪辑 跟片方意见不合 13.胡一天和乔欣要二搭了 是一部爱情职场剧 双方为了二搭都很积极 以前胡一天和拍戏 女演员合作完就不联系了 但她和乔欣的关系一直很好 14.张艺兴目前已经有拍老九门第二部的打算 不过小张那边应该不会出演了 袁冰岩可能会担任女主 张艺兴那边也在敲定 暂时还没有确定会出演 不过张艺兴跟袁冰岩一直没有什么故事 一开始就没有 15.张艺兴现在银士定拿的不少 她同时还带着几个工作室的信任在发展 黄子涛在帮公司的人接资源时 会跟张艺兴有冲突 两人都看对方不顺眼 不过张艺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脉网 她在谈一部剧 打算让孙宏雷等人给她作配 16.3月11日 有网友曝光浩一行排期已经出来了 该剧将在4月8号上线播出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实际上 原本浩一行这部戏上线没这么快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阵子山河令播出后大出风头 龚俊和张哲瀚作为打响 今年单改101大戏的头一对男男CP 现在已经吃上单改红利了 不仅接手了不少代言和推广资源 他们的流量和热度也是直线上升 尤其是龚俊 隐隐有身高成为流量的苗头 比如说现在他的粉丝已经过了1000万了 还有山河令的播出平台优酷 接着这部剧也是收割了不少红利 现在他们还开了超前点播 想要在剧播完前大赚一笔 山河令的成功 让隔壁的鹅厂大为羡慕 为了瓜分今年单改101计划剩余的红利 他们自然是多方活动 急着让他们的王牌单改项目 浩一行上线播出 另外浩一行之所以能这么快播出 和金圈太子爷陈飞宇也有点关系 要知道当初金圈太子爷下海出演单改剧 就是想要一炮而红 借班肖战和王一博 成为今年的爆爆流量的 所以他对浩一行这部作品 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和期望的 谁知道现在浩一行却被山河令抢了风头 他预定的爆爆流量这个title 也有被龚俊抢走的风险 这让金圈太子爷很是气不过 这阵子为了让浩一行尽快上线 他也有发动父亲陈凯格那边的关系 帮助浩一行居方打通关系 对了 这段时间以来为了给自己的深嘎之路做铺垫 金圈太子爷不仅联手楼云西 这座人工唐经四处发糖 还使出了一点手段防暴工具 看来单改圈子 接下来要迎来一场腥风血雨了 十七日前有媒体晒出了毛小彤 和杨乐一起聚会的画面 新闻曝光出来以后 不少人纷纷猜测毛小彤和杨乐 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毛小彤和杨乐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 两个人在剧中出演对手戏的时候就很来电 杨乐的父亲也很欣赏毛小彤 毛小彤自从经历了陈祥这个渣男友之后 在感情方面就很深重了 并不肯轻易谈恋爱 就算恋爱了 也不愿意公开 所以他的感情问题也只能这么暂时拖着 后续他和杨乐到底发展到哪个地步 还得看他们的缘分 前阵子陈祥曝光了毛小彤和朋友 对他芒果台的聊天记录后 这时毛小彤得罪了芒果 所以本来芒果那边定下的毛小彤 浪结2T管嘉宾的这个合作资源 也直接被搅黄了 现在毛小彤真的是特别恶心陈祥 这个前男友 十八 赵鲁四之前跟鹅厂签了八部戏 他现在是标准的鹅厂打工人 虽然片酬被抽成 但鹅厂一心要捧一个流量花出来 营销方面会下猛功夫 停捧赵鲁丝的 赵鲁丝团队 今期又采赵丽颖婚姻不幸福 整个人惨了 十九 李一彤跟胡一天的剧 没有达到平台的预期 投资方对李一彤都很失望 李一彤的资源最近也将急了 他的下部巨大爱斗碧文俊 碧文俊之前 一直是给人当二番陪衬 但遇到李一彤之后 公司也赶趁机要平翻了 二十 京城最近一直故意跟张天爱对着干 他还是小胡嘎的时候 张天爱强国京城的资源 京城怀恨在心 终于找到机会反击了 现在张天爱的代言到手了 都会被拿走 团队也很无奈 二十一 刘浩存最近和居静一杠上了 两人对四一个美妆代言 结果居静一赢了 团队事后高调发通稿 嘲讽刘浩存是因为长得丑没被看中 而刘浩存团队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他们不会放过居静一的 二十二 王俊凯在影视圈的规划 跟一样迁徙很像 他之后这个具有感情戏 片方安排他跟女搭档吵CP 团队已经同意了 此外 王俊凯后面也会和周冬宇一起拍短片 周冬宇还蛮乐意带王俊凯的 双方团队的营销通稿都铺开了 二十三张子怡现在在讨好开心麻花 他接下来要和沈腾等人一起知道电影 但他在电影中的话语权很小 主要是为了能和这些人背后的资本搭上线 这阵子孟美琪想在其中拿一个角色 结果张子怡向制片人打完招呼后 就不管了 二十四 昆宁最近一直在看某个女性的好戏 尤其当对方被群嘲时 他还上某个社交平台 专门去看网友的那些评论 二十五 罗静也在利用自己的人脉 帮唐烟撕一些证据的资源 有亲子综艺联系过他的团队 想邀请唐烟带着女儿去参加 不过在孩子问题上 他和罗静还是很坚定的 不太愿意曝光孩子的生活 二十六 妮妮还是挺介怀前男友的现任老婆的 他安地里没少发两人的红毯对比通稿 还借机嘲讽对方吐离吐气 完全没有时尚感 二十七 和马退赛的原因是 他公司没有和企鹅那边谈好合同 分成没有谈拓 创造营所有出道的艺人 都是要和腾讯那边签合同的 否则人家出钱办节目 捧你上大平台 还给买热搜 这个合同力 就涉及到安多的商业分成 不仅仅适合艺人 更多的适合艺人之前的公司 企鹅那边 是挺看好河马 甚至团队都给他做了之后 暗期的一个热搜宣传规划 奈何 最终没有和原公司谈妥合同 原公司要求和马退赛 算是两个公司争斗之下的一个牺牲品吧 二十八 陈彦夕一直拿自己 跟某个女性的婚姻做对比 一直把赵丽颖当成假想敌 听到赵丽颖夫妇情变就会立马拉踩对方 他会炫耀自己过得好 二十九 刘涛 纳英 赵薇 或思烟都属于那种 在酒桌上非常豪爽的类型 上桌一口菜不吃 空腹三两一杯的红酒 一口气能干掉三杯 三十 张子怡挺玻璃心的 不允许大家说他的不好 总是举报一些客观的大V 圈内私下吐槽不少 三十一 朱子肖自己签了一些 做直播的网红 挣的钱比拍戏多得多 去年一年他挣了净千万 基本上都是这些主播带货帮他挣的 三十二 蔡文静现在已经签到伯纳影业了 他后面的很多作品都是伯纳的 他之前有一部戏差点被截胡 林开拍前一天才确定是他 这部戏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签合约 要等拍一段时间之后才签 三十三 环珠格格要拍电影版了 光线传美买的版权 然后跟鹅场合拍的 电影名暂定有一个姑娘 三十四 赵丽颖现在有不少代言 都是鹅场牵线提供的 因为赵丽颖现在跟鹅场是战略合作的关系 他目前挺幸福的 他跟冯绍峰感情很不错的 压根不向外界穿的什么夫妻不和睦 他俩之前还因为这些事生过气 觉得外面那些人不了解自家的情况 就在那瞎指点 为了辟谣 他俩也特地按搓搓出来 合体过几次 但每次合完体没多久 又会传出他俩感情不和的事 久而久之他俩就不太大力外界的声音了 三十五 尤敏涛现在也和张婷搭上关系 加入了张婷的明星团队了 张婷是真的厉害 而且很多明星靠着他也翻红了一些 最主要的是拿到了很多的钱 尤敏涛现在和团队有些分歧 团队想给他立个人设 他不屑 还是想要真实的表现 三十六 秦岚 王赫帝理智派生活 暂定四月芒果TV播出 三十七 范冰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回归娱乐圈的步伐 可以这么说 他一直处心积虑的在找机会付出 然而他想要付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来 上面没有态度 没人敢找他拍戏 上综艺 就怕到时候搞得不能播出就亏大了 二来 还是那句话 饼就那么大 当然是分的人越少吃到的越多 他想回归 有的是曾经的对头阻拦他 所以他目前的活动 还是局限在时尚圈里面 不过 他的时尚资源是真的逆甜 弟弟的时尚资源 就有他的功劳 就现在这种处境都可以穿品牌最新的高顶 和依然不缺的时尚封面 要知道圈里多少人努力 就是为了得到好的时尚资源 有些人连门槛都进不了 不过到年终的时候 可能会有变动 就等着看上面出台的政策了 6.1人付出 提前三个月打申请 如果通过 那就可以正式付出了 三十八 杨幂的影视资源其实挺有意思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局方限定下杨幂 在看其他的 卡斯班迪 包括合作搭档的男主 他已经有好几部戏都是这样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 可能相对会符合粉丝的期待一点 比如这一次刺杀小说家 其实对杨幂帮助还是不小的 这个年纪的女演员寻求突破不容易 这部戏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杨幂要接新戏 其实要考虑的比较多 以及之前他的几部戏不都是没有按时完成 包括医生的补拍 导致他现在也不敢过早的定下下面的行程 所以目前影视这块还是变数比较大的 三十九 目前鹅场对谨心肆育这个戏的数据 还是很满意的 天天破译 虽然在渣浪热度不高 但是看着不断刷新滴滴播放数据 平台还是很欣喜的 对于他们来说 能赚钱的剧都是好剧 所以谭妹妹和小娃 这种类型的演员 一直都不缺戏拍 而且电视剧讨论度少 并不等于播的不好 只要这部戏的点击率高 观看的人数多 广告商就愿意多投你 此时 迪丽热巴最近都在忙着蹲剧组拍戏 和任嘉伦合作 两人在剧组相处状态还不错 迪丽热巴接下来是有新戏要上的 就是和吴磊合作的那部古装戏 已经安排了一系列宣传通告 刚在某人气男主播那边带货时 还帮新戏带了一波宣传 迪丽热巴这部戏去年拍完 后期早就制作完成了 但是去年没有争取到合适的档期 一直拖到最近 不出意外月底就能够在视频平台上线 41 范城城最近商务资源大丰收 10天内签了4个代言 她姐姐在背后助力很大 她在鸡饭西那里的头衔还压了蔡徐坤 品牌给她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蔡徐坤团队非常意外 找了不少借口晚尊 42 景田为了营造已经翻红了的表象 团队也跑去坦了欢乐颂 但片方表示签约的话 要一口气打包三季 片酬方面也压了假 景田这边没想为这部剧留太多空档 大概率合作不成 那个角色现在到毛小彤手里了 43 刘亦菲她和鹅厂的合作是很多的 这一次路透出来的古装剧照 效果还不错 也让投资方看到了刘亦菲身上的商业价值 后续她还会继续和鹅厂合作 双方又签订了新的电视剧的异项约 44 吴亦凡保时捷代言人快官宣了 之前和保时捷合作一直很紧密愉快 这个代言去年下半年就谈好了 今年她还有几封一线封面初刊 其他时间就是进组拍戏 团队目前规划就是拍出好作品 提升口碑转型顾粉 45 陆涵接下来和珠宝品牌保时龙友合作 物料已拍 拜拜 谢谢观看